來我們來看一看的 還是目前戶外空氣品質的狀況 在西半部另外一直到宜蘭這邊 很多地方是來到了黃色的 雖然沒有綠色這麼好 但是它也是普通的等級 還不算差 氣溫方面來看的話 跟昨天這個時候比較 很多地方溫度都有稍微上升了 馬祖金門澎湖跟昨天比較差不多 那台灣本島這邊大部分 很多地方溫度都有稍微上升 一點點還是熱 一大早感覺上當然沒有像 剩下在七八月份的時候 來得那麼熱 但是那陽光照射到了中午 外面溫度都還滿高的 地面圖看一看天氣系統的變化 熱帶性低氣壓就在北部海面 這裡結構相當的差 那我們可以看到 雲層主要分布是在這個 熱帶性低氣壓的北邊 所以我們在熱帶性低氣壓的南邊 它就沒有帶進來雲層 事實上對台灣沒有太大的影響 就連間接的影響也比較小 間接的影響就是不穩定度提高 照理來講午後熱度 對流應該要比較多 但是今天午後熱對流大部分在山區 到了今天晚上 熱帶性低氣壓往上海過去了 離開我們台灣了 明天東邊進來的水氣開始變多了 東半部下雨的機會就會增加了 另外已經深層變成輕度颱風的貝壁加 未來是偏西北的方向移動 大概也是往中國的長江流域 大概上海這個地方過去的機會也是蠻高的 到上海的時間可能差不多是下個禮拜一 禮拜天的晚上或者是下個禮拜一了 那會不會說路徑修下來往台灣接近 目前看起來機會應該不是那麼的高 這一條路徑已經有差不多兩三天都是這個路徑的 還蠻穩定的 但是畢竟到了這個禮拜天中間還有好幾天的時間 還有一些變數 還要再觀察這個路徑會不會改變 那除了這個貝壁加之外呢 後面在菲律賓東邊的外海 可能到了下個禮拜二左右 還會有另外一個14號颱風行程 路徑的話 因為環境場可能沒有太大的改變 路徑可能這個跟貝壁加差不多 一樣也是往西北 可能是往上海的方向過去 或者他可能更北邊朝香港的方向過去都有可能 大概下個禮拜二才會形成 所以呢 未來這個禮拜跟下個禮拜 海面上面可能至少會有兩個颱風 不過目前來看 要來到台灣的機會都比較低 台灣的天氣大致上都是屬於夏季型的天氣形態 我們從衛星雲圖看看雲層發展的狀況 熱帶性低氣壓現在在北部海面 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主要的雲層都是在它的北邊 所以台灣外面影響的雲雨區 事實上是很少很少的 有一些低層的雲氣在東部外海 我們從雷達這邊再來看一看 有沒有一些下雨的雲層 東邊外海是有些雲雨區 但是大部分都是在海面削削漲漲 沒有往台灣這邊進來 會影響到台灣的不是外面進來 而是中午以後在我們的陸地發展起來的熱對流 氣象鼠預估出來降雨的狀況來看的話 這個是今天白天 很明顯的可以看得出來 大部分都是以山區為主 平地方面西半部要碰到的機會可能不高 縱使碰到的話應該是比較局部 比較零星 入夜了以後沒有熱對流 台灣上空幾乎就沒有下雨的狀況 到了明天白天比較明顯的改變 東邊進來的水氣變多了 東半部下雨的機會變高了 另外西半部有午後陣雨 但是機會比較高的可能差不多是在嘉義以南 這一帶機會比較高 入夜了以後少了熱對流了 但是東半部還是都有一些短暫雨的狀況 那未來這一個禮拜我們可以看得到的是西半部大部分都是屬於午後陣雨的狀況 這個出太陽然後一個箭頭有雷雨 這個就是午後陣雨 那禮拜六開始雖然說隨著貝壁家往長江流浴口接近 這整個大的低壓袋把台灣包含在裡面 但是也只是造成午後陣雨可能會有稍微增加的狀況而已 那再來看一看的是今天各地區詳細的天氣預報 現在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區 那今天在新北市可能有一點午後陣雨 其他地區勤到多雲 高溫大概在35度上下 另外在中部這一邊山區附近的南投會有一點午後陣雨 其他地區也是勤到多雲 高溫334度 南部地區大概屏東有一點午後陣雨 其他地區勤到多雲 高溫大概334度 那在東半部大部分也都是勤到多雲的 高溫大概差不多33、34度 外島的澎湖、近門還有蓮江都很清朗 高溫32、33度 現場交換給小芬 大家好,我是蘇彥沛 炎炎夏日記得多喝水 也要注意防曬哦 安美、諾、美白、收護霜關心你